它这个恐龙大家可以看到最大特点全身 你看就像刚才说的覆盖着羽毛 大小呢就跟咱们老母鸡差不多 你看到恐龙最直观的印象 应该就是它的这双大长腿了吧 这双腿可以看到非常的长 它为什么长这么长的腿 因为我们推测 它应该是一种能够快速奔跑的动物 那这样的恐龙它前肢看到又很小 因为虽然它前肢上可以看到长得很长的羽毛 意思我们推测 它可能是前肢的羽毛 包括尾巴上的羽毛 可能是用来一种性别展示 就像现在的恐龙一样